Hello大家好又回来了 今天呢我们要一块出去吃大餐 然后呢我就想顺便可以录一个小小的vlog 像我自己的话都是洗漱完之后 就是先戴美瞳嘛 然后再进行护肤的 不知道大家步骤跟我是不是不太一样 我有忘记前是哪个视频里面 然后就有很多美瞳就问我戴的什么美瞳 其实我一共家里面一共就有三款美瞳 两个是日抛一个是地抛 分别是强生的这灰色这款的日抛 还有一个可夫蕾的日抛 是紫色的 强生的这个是248块钱一盒 里边是15对 然后这个可夫蕾的这个是260多一盒 里边也是15对的 技抛带的就是优户的这个美瞳 它里边还有这个自带了护理液 还有眼镜盒啊什么的 其实我大多数带的都是优户的这个技抛 它的这个款式跟颜色 我觉得带的都是挺日常的 还是挺适合我的眼睛 看一下特别有神 真的超级好戴 一秒钟就戴上了 然后优户的这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我在就是春天的时候买的 这个是188块钱一对 这个是技抛的 但是我看8月12号 他们家既然是搞特价才179块钱 188钱179 一付的话就可以省将近不到10块钱左右吧 能省就省省了 我觉得这个花色是比较低调自然的款式 而且戴上这个眼镜也很有神 我觉得美瞳的话 毕竟说戴到我们眼睛里边 我觉得质量也是特别重要的 但千万不能够便宜去买质量不好的美瞳 一定要选择这种三明治的工艺 也就是说它上下两层硅胶 中间把这个颜色跟花色夹在里面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这种美瞳这种东西一定要买正规品牌的 现在虽然是大餐 但在家门口吃饭我就用一个气垫就好了 这个气垫它的遮瑕力还是挺好的 认为19度也不错 我皮肤是特别干的大干皮嘛 一般来说都不会特别的脱妆 所以今天就简单的画一下妆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简单的画 为什么不能画个浓重一点的妆 哎呀就是吃个饭 吃个买的重视啊 他又不是没有吃过 我也看到帅哥呢 哪里朋友觉得在这个地方会有帅哥吗 对没有我就是哦 最近你给我推荐了一个美剧 应该是十几年前的吧 我看到是04年的叫迷失 我看到第一季的第六季就觉得好好看 但是我就觉得美剧有的时候 它就是有怎么样 就是好可怕 里面有这个东西 不知道是怪物还是什么 总是是是是是 总是莫名其妙的杀人 然后我都自己不敢在网上一个人看 他就都没有追美剧了 虽然这个我还没看多少 但是我觉得好好看 还是挺想推荐给大家的 今天戴的美图比较简单嘛 所以这个眼妆也是想画的清晰一点 我觉得我要来不及了 所以就简单的用这个口红 动一下腮红吧 人生就是这么简简单单 好了我要去换衣服了 今天呢穿一个紫色的上衣 但是这个短袖好长哦 还有一个这样紫色的格子的裤子 这个裤子上边好多折 但是现在来不及去运它了 因为今天下雨嘛 所以就是穿的长一点 然后看后面我的这个背景 家里特别乱 还没有收拾好 超级喜欢紫色的 看人家的手机壳也是紫色 bling bling的 这个好好吃哦 那我用来教练 刚刚我犯了衣服 现在要出去录跳舞的视频啦 大家也在练习 好热 我刚刚跳完出了好多汗 出了好多汗 我都变成镜面的了 好多蚊子呢 我都被咬的 全都是包 回来就喝汽水 吃炸的小吃拼盘 那个 穿的人太多了 王辉眠在吗 嗯 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气息了 天是什么呢 天是什么呢 好奇怪 你是不是踩到我屎的 我回来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看那个延禧公务院嘛 为了看那个 据我连会员都买了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现在都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我还没有卸妆太可怕了 今天能用这两个卸妆水 一个是这个曼丹的眼唇蟹 一个是这个黄后卸妆水 我也知道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 洗澡啊 洗脸什么的都不爱摘美瞳 因为我是600多度的近视 还有100度左右的散光 所以如果摘了美瞳的话 就真的是瞎子一样了 今天也是带着这个美瞳睡了好几个小时 大家千万不能学我 穿用这个黄后卸妆水 大多是我都不怎么把眼唇双才卸的 但是这个黄后卸妆水 我觉得用来卸皮肤上的妆 会卸得特别干净 但是用它卸眼妆的话 就有那种很刺激的一个感觉 卸完妆看着也太沉沉了吧 我要干净洗个脸就睡觉了 就这个美瞳 今天加一块应该有带够16-17个小时 大家可千万不能太担心呢 带16-17个小时 其实真的就是我平时日常生活 特别特别正常的一步子 但这框架眼镜穿这个上衣 好像班主任的一个感觉 我就不给大家讲课了 实在是太困了 真的要睡觉了 好 好 好